浮室 浮室 你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双直播 什么叫做双直播 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影像一个直播的内容 透过直播的软体 比如OBS 直播后它可以同时送到两个平台 一个可能是FB 第二个可能就是直播的备份 YouTube 同一个画面 同一个直播的平台 直播的这个内容 然后同时 同一个时间点丢到两个平台 那第二个平台我们就称为是 直播的备份 或者是实况的备份 我们等一下做的就是这个双直播 那做双直播之前 而且我们是 我看参考的是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叫做 你可以Google这个NGINX NGINX 双直播 就会当这个网页了 这个网页教你说怎么做 双直播 然后它就说说说说明到下面的时候 它其实有 它大概有两三个步骤而已 其实蛮简单的 那就是 它其中一个要先叫你先下载这个它的软体 好 你就先下载完 好 下载 下载完之后呢 然后呢 请你将这个画面 把这个下载的这个东西 把这个刚刚下载的那个东西 刚刚这个下载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解压缩 放到C槽根目录去 好 把这个东西解压缩 之后 请你放到这个C槽根目录 我刚刚已经解压缩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个C槽根目录 这里 好 到这边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 有一些 有一几个要说明的 就是 它这边有个叫做这个 Option.tst 这个Option.tsc的意思是说 你等一下把你的直播的串流码 串流码跟你的金钥匙 全部贴在后面 好 这就有两个直播 好 那 第一个我们就是Push 这个直播到Facebook 就把Facebook的串流码跟金钥匙 金钥匙在这后面 就贴上去 那这YouTube 就把YouTube的串流 的金钥匙 的串 的那个 网址跟金钥匙 贴到后面去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在直播之前要先按这个 那我们来做操作 好 首先呢还是打开OBS 那我们先抓这个 截取卡里面的内容 我们就先抓截取卡 就抓这个HD 我是用F1BO180做测试的 然后去抓 自定 解析度 我还是用1280720就好了 然后 分ray我选30张 然后呢 这个 我选YUV 好 确定 然后呢 再抓声音 声音 声音的部分是截取音效输入 然后再来 抓声音 抓这个 HD audio 好 这不就有声音了 不要的声音就把它杠掉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 延迟 因为截取卡的因素 一般来讲 声音会比较快 所以我们延迟个250 0.25秒 0.25秒 我们来试试看 有没有声音 咯 不要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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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做设定 我们假设这边大家都会 等一下这边的话就是自定 要用自定串流 刚刚的那一行 就是第一步要把串流 串流的那个网址 就贴上这一个 把这个贴上去 先选自定串流吧 贴上去 然后呢 这个串流金钥匙就空白的有关系 然后再来就输出 输出的话 这边一样用Quick H.264 进阶的这个 这样随便设 然后再来就48 这样子 影像 18872 等一下这样就好了 我们讲串流嘛 就是贴这样 RTMP 网号斜线 127 这个这个网址 这样子 那就好了 确定 好 在开始要做串流的时候 我们要去执行 然后呢 我们再进去做那个FB 我们去抓FB的串流码 FB的串流码 去抓 好 到刚刚的那个 我们有copy到根目录了嘛 C巢根目录这一个option 这一个 把它贴上去 第一个就是串流码 就贴这个 贴上去 然后这个金钥匙呢 等一下再把它贴上去 金钥匙 金钥匙是这一个 贴到这一个 这个笔记本 好 注意有没有空格哦 没有空格 OK 好 那第二个我们就贴YouTube YouTube YouTube 如果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copy下来 copy到 等一下 要先copy这边 这个是伺服器的网址 把它贴上去 然后记得要打斜线 然后后面就是金钥匙 贴上去 贴上去 然后再储存 储存 好了 储存呢 再到刚刚那个C巢根目这边 开始 按上这个 开始启动 NGINX 好 好 然后呢 这个再按开始串流 再按开始 开始 我出去了哦 你看出去了 出去了 这边有颜色 绿色的灯 好 我来看一下 这边也有 OK 我们来播 实际把声音播出来 给大家听听看 这边 这是Youtube 这个是Youtube 这个是Youtube 这个是Facebook 这个是Facebook 好勇敢 好勇敢 然后这是Youtube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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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宙外 我要注意 我 お须 哟 蜺 愿乱 勿 有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